大家好,我是你们老师,毕竟问,OK 今天呢,老师给你做数学就是这一本 生活数学第四本,生活数学第四本 请学习们打开 最后第二十页,OK 就这个小石头跟这个圆形的这些 OK,好,来我们先读下题目 图形组合与分解 围墙上的图案有哪些 分别用了哪些形状和颜色 动手试试看 你可以拼出什么样的图案呢 OK,好 老师给你们看每个对方教具给学生们 OK,那么你们打开了 你们可以拿出对方 方块圆形的,OK 方块有圆形的,OK 打开来 里面方块有圆形的,OK 好 这个是什么形状呢 小朋友们,OK 这个是红色的 这很棒形的 我先摆下去,OK 这个呢 三角形 再来就是红色的 还有蓝色的,OK 还好啦 过后我们再打这边 就是红色的圆形 再来就是黄色的圆形 还有蓝色的圆形 还有一个就是蓝色的三角形 OK 它说围墙上的图案有哪些 就是我们排出来这些形状 分别用了哪些形状和颜色呢 我们都排出来的,OK 对不对 就是只有这些 这些形状的颜色 好 这些我们放这些,OK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面 就是21面,OK 21面 图形组合与分解 图形组合与分解 这些拼图由哪些形状组成 这些拼图由哪些形状组成 画线连一连 画线呢 OK 我们拿pencer OK 好 我们看这边很多圆形跟三角形 OK 我们看下面这边也是有圆形 三角形跟正方形 这里就有正方形 三角形 三角形还有三角形 OK 好 这边有什么形状比较多呢 就是圆形 很明显 下面这边有圆形状就有这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拿pencer 画线 Magic OK 再来三角形是有哪个呢 这里也有三角形 好 我们先画这边 OK 再来 这边有三角形吗 有 好 我们也是要画 OK 所以三角形是画两条线 OK 再来正方形呢 有哪个呢 这里有吗 没有 这里有吗 有 这是正方形 所以我们这样子 画下来 OK 所以很明显 答案就是一个 M字 OK 上下 再上 再下 这就是一个答案 OK 可以吗 明白吗 小朋友们 这个形状就交到这边了 OK 好 小朋友们再见 拜拜 希望你们听得懂了 拜拜